多份的地产报告自称 今年第二季度本国特别是大温平均的楼价 比起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而泰文的价格更是至2014年第三季度之后首次出现下跌 不过多伦多在6月份的楼市亦都价为活跃 亦都有小量的升幅 报告说房贷收紧和部分地区实施的海外买家税 发挥了压抑楼价的作用 市市平台星期日晚8点35分 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